就是你一整年付下來你會比較便宜 我爸媽就付了 後來發現有一堆的受害者 有一些房子他就是會有 就是除了你之外 有其他人他比較好可 日富一日的生活當中 你是租屋一族嗎 安大家好 歡迎回到Tell Me Why Why 我是超級編編編 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非常的辛苦在台北打拼 也只能在台北租房子 不過又怎麼樣才能遇到好的房子 遇到好的房東 租屋的時候又有什麼可怕的陷阱呢 今天的Tell Me Why Why 要來帶你一起破解 不過今天一樣上街 先找了許多民眾來聊聊租屋這檔事 那你們有租房子的經驗嗎 有 那你們沒有 所以你都租宿舍 對有宿舍真的很棒 租金大概都是多少 八千 超好煩 可是是頂夾 夏天就會超熱 冬天超冷 你不想你的電費快點 我的電費是八元 法定規定是六元 可是瓦斯加在上面 那你這樣電費多少錢啊 夏天就兩千吧 一個月 不宜人居 對不宜人居 聽到他租八千 那你是很高級的是什麼 他說沒有 就還頂夾 我說他頂夾 頂夾在台南 只要什麼兩千塊 我同學有曾經就是住過那種地下室 那個房東帶他去看房子 還很卑微就說 對不起讓你住這個地方 不用電費 一千多塊 你還可以分期付款什麼的 就很不好意思 然後來這邊就變成就是頂夾八千 然後還跟你說八元電費這樣 就是我太奴了吧 就繼續住了 你想租房子 對想 為什麼 那就是找浴室門鎖都沒有換 洗澡的時候被開門過 我不會選哪一間洗澡 壓倒你 繼續住宿舍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有啊 在外面抽煙 然後回來就很抽 我也不喜歡煙的味道 你都跟他講話嗎 會啦 背地罵他 沒有啦 看房子的時候啊 有沒有覺得 明明就不是長這樣 超常發生的 真的喔 我們學校那時候是有跟五九一合作 圖上面都是很大很漂亮 然後乾淨明亮 然後一序就oh my god 根本就像鬼屋 就按摩摩 你有遇過什麼很扯的房東嗎 我們是住套房 跟我一個室友一起住 有一天晚上的時候 我本來就在睡覺 然後睡得很開心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就進來 然後我本來以為是我室友 但他就直接進去廁所 然後我就覺得很關心 照理來說我室友會跟我說 欸哈囉我回來了之類的 出來的時候 就是有個女生拿著一本書 我就問他說 你是 然後他就拿著鑰匙跟書 然後跟我講說 喔我是房東的女兒 好可怕喔 他房間的廁所有問題 房東跟他說可以來 我當時覺得很傻眼 但他開始很急 所以就想說算了 他就跟我說什麼 他本來在廁所裡面有裝一個書櫃 裡面有很多書 然後我心裡想到底幹什麼意思 後來我就跟房東講說 這個狀況 然後他就說 抱歉啦 因為我女兒比較喜歡看書 所以他上廁所的時候一定會帶書 你跟我一樣 都要逮在台北市或新北市找房子 是租屋一族嗎 而且在台北市找房子的時候 很容易遇到雷房東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 住商不動產的甜心姐 徐佳鑫經理 今天真的是有點害羞 對 害羞? 因為我很難得跟 就是已經可以當我子孫輩的 主持人同盤 哪有那麼誇張啊 也還好啦 就我到光年金就來台灣 甜心姐 因為我最近在PTT上面 有看到一個鄉民 她分享說 她的月薪是4.5萬 但她的房租是1.5萬 被她的家人說 她的房租佔了她的薪水1.3 這樣剛剛就不要租算了 你如果說 有更好的選擇 當然是去選擇更好的選擇 但如果沒有的話 沒有婚啊 對啊 所以沒辦法嘛 如果你要住在台北市內 你現在大概1萬5 會比較 你住得下去 欸1萬5 是不是有可能還是 會到很邊緣的 可能住的是叫做 公寓的隔間套房 什麼5樓的5樓 或5樓的頂家 然後你就會拖著疲憊的身軀 就上半天 一整天 很累了 爬上去欸 1萬5 我那時候看我那個朋友 他們租那個雅房 是 租雅房 好再忍耐一點 可能6千 好那當然 那6千的話 你就可想而知 那個 那個居住的環境 有一點好 有可能7樓沒電梯 有沒有可能 7樓會有電梯 聽過有一些租房子 租的比較特別 就特別便宜 我跟你講 特別便宜的房子 真的一定要小心一點 喔 嚇死 有一些房子 它就是會有 就是除了你之外 有其他的看不到房 其他的看不到房 但如果你願意 就是再稍微遠一點點 可能離開北市 的話 1萬5應該有還不錯的選擇 三重啊 或你剛剛講的 一類的 或者細紙一類的 大概1萬5 可能稍微好一點有電梯 如果伯父伯母說 1萬5有一點高 嗯 就是叫伯父伯母自己來找 對不對 我又要再分享一個故事了 但這故事很好聽喔 是你說 這故事 我之前我還在大學生的時候 我在士林租房的朋友 介紹我一個人 就一整層 然後隔了很多間當套房 他就跟我說 欸你這個月租7千塊 但是你一整年付下來 你會比較便宜 我爸媽就付了10萬塊 我覺得哇好讚好讚 還可以省錢這樣很棒 入住的那一天 他就傳來說 欸那個A房跟B房的誰誰 他們什麼掛了 然後所以 他們有人要來辦後事 然後就用各種理由 來拖延我們 後來發現 有一堆的受害者 他本身就是那個房客 他給我們看的房間是 他這個整房間 哇賽 對 然後最後我討了大概一個月 才討回來 欸你還討到很不錯耶 是不是 我用溫情公事耶 我以為你BXXXXX他這種基本上就是 算他運氣好遇上你 是不是 不然有些人可能 這很不危險的事情不要做 犯法的事好不好 他不詐欺耶 對啊 他不寫這個詐欺啊 那我這樣提醒啦 在找房子的時候 第一個事情是 你要確定這人是不是真的這種 哦 要怎麼確認 他要拿出這房子的所有權狀 然後他的房屋稅單 地價稅單 他要拿當期的出來 甚至於就是說管理費 管理費上面會有他的名字 那他如果不是屋主 他說這屋主是我媽 我什麼一類的等等 我朋友 你請他給你一份屋主的委託書 因為房間有很多的人 他可能就二房東 像你家那樣子 那萬一發生什麼狀況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會有一些問題 求助我們 那一次真的是我遇過最荒謬事 要不是我那時候還沒來華視上班 獨家早就寫報 看房的時候他可能會講說 欸這個現在很多人在看喔 然後或是說哪裡好 機能好什麼的 這些話術我們應該要 我們現在就要請甜心姐破解 通常房東不拖幾個事啦 第一個告訴你說他 這房子很熱門 好多人來看 第二個呢 他就告訴你他裝潢很好 是 對然後第三個會告訴你 他是很好的房東 對 好啦第一個房子 第一個他會告訴你說 欸很多人看 那很多人看你現在都在 五九一等等上面找房子嗎 沒錯 你看他放多久 你就知道是不是很多人來看 喔 因為這個刊登日期他會寫 是 然後多少人瀏覽過嘛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我們剛剛講到的是那個 他裝潢設備很好 所有的電器 請你全部通通都試過一次 喔 因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壞的耶 對 第三個是房東告訴你 他很好想吃 哈哈哈哈 幹嘛呢 我跟你講 你看這房東有沒有一直罵他 之前的房客 喔 哇 這很厲害 你會這麼順利子 遇到爛房客嗎 喔 你要租到一個壞房客 那真的算你到 你租到十個壞房客 怎麼回事 真的 如果說你這房真的很喜歡 你簽約的時候 你就要跟他加Line 加Line 為什麼要加Line 我以為人家講什麼厲害的東西 Line上面會有時間跟時間 有下紀錄 有下紀錄 他就說我在簽約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你講了 這事情壞掉不關我的事 嗯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你在簽約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房東給你所有的家具 跟你所有的設備 全部都要確定他是好的 寫在合約裡面 不然這給人家騙死 可是有時候我們要打電話給他說 房東我們那個什麼東西壞掉 他又找不到人 一開始不是說 有問題打給我嗎 欸你加Line嗎 喔對加Line 可是他已都不會怎麼辦 我這樣講 有一些耗損性的東西 比如電燈泡 是 你那時候問房東說 房東請問一下那個電燈泡 我如果壞掉怎麼辦 我可不可以自己修 我可不可以自己 不要讓他選啊 我可不可以自己修 這些東西我自己修 什麼那一類 然後我會給你報價 跟房東說 那這樣我就從出去電扣 那當然如果有一些比較大件的話 就是說 我已經比了價格 是 如果你三天沒有回覆 那我就找人來修囉 喔 先講好就對了 我已經跟你講啦 不然我家裡Line幹嘛呢 我就放過 像有些房東我是覺得不OK啦 因為基本上 房東應該要提供房客 基本的設備 他沒有做好的時候 其實這個合約是可以做 去做傑出的 我聽過的最誇張的例子 他們馬桶壞了 房東就要去Save and Son 搞得好 我已經可以購成幾個月要件了 房東找個人來修這麼難嗎 對啊 我覺得是彼此互相 而且如果你找到一個很好的房客 他幫你好好顧房子 每個月有固定現金流 我覺得這樣很OK啊 既然出了社會 雖然有時候你是學生 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你所有東西都有白紙黑紙 最壞的狀況 你不打官司還會 還有一點贏面 所以為什麼要叫你加來 我們用的是 內政部現在新版的租任契約 不是房東給你的 內政部現在公版的契約 是對雙方有利 最重要是你合約要一試兩份 你是房東 我是房客 我們要各有一份 一模一樣的 嗯 因為你知道有些房東會偷下人來夜宿 好扯喔 所以這要怎麼避免呢 你去簽約的時候記得帶印章 帶印章就蓋棋縫 喔 色違很險惡的小朋友 真的 要注意好多事情喔 房東風險可能比較大 他房子注意人家 嗯 但是房客來說的話其實保障 第一個你房東是正常的 然後在屋況是正常的 嗯 至少能夠房東不會忽然把你趕走 因為現在新的規定 大概你把握這幾點就差不多 我自己歸納出一個方法 就是快很準 覺得這個房東很OK 這個房子很讚 就要趕快租對不對 就跟其他女朋友不是一樣 喔對不對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 論租屋及談戀愛 吃一桶 吃一桶 讚 感謝住商不動產的甜心姐 來到Tell MeYYY 一起來聊租屋的YYY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的話 別忘了 按讚訂閱加分享 同時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Tell MeYYY 告訴你這些為什麼是為什麼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那為什麼有很多房東啊 他比較喜歡租小家庭 因為他覺得合作朋友可能會 亂搞的那些關係 就房東不要再看社會新聞好不好 很多事情不是怎樣 有時候小家庭更恐怖 你能夠想像馬桶跟 拋光石英磚怎麼破掉了嗎 那小男生過動 就在他們家跳跳跳 把馬桶跳破 蛤 他是體重跟我一樣嗎 他們家搬走的時候 馬桶也破了 磁磚也破了 好扯喔 朋友跟我講 他覺得人生最理想的房客 這是光頭的宅男 蛤 生活單純 穩定付出金 而且他因為光頭不會掉頭 哈哈哈